大家好,我是Chic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西班牙隊長摩拉達在接受歐足聯官方采訪時,表示西班牙已經為歐國盃做準備 自己能夠擔任隊長在一種無比自豪的感受 在面對意大利,摩拉達就這樣表示 他知道他們會抽到與意大利同組 他告訴他的妻子,西班牙會再次面對意大利 他的太太就不希望這樣,他太太比較希望他能夠在不同的小組裡達成晉級 然後由意大利或西班牙當中獲勝 摩拉達表示,他對意大利有好心的感情 他在祖雲達斯效力的時間裡,大家都對他很好 但他參加了兩次歐國盃,自己都被意大利淘汰 所以他們知道,意大利是非常有力的競爭對手 而他們那種DNA,非常有競爭力 要贏意大利的話,就必須要付出很多努力 但意大利也不喜歡面對西班牙 而摩拉達講到自己成為隊長的感受 他表示,這是無比自豪的感覺 而摩拉達的家人都經常傳一張相片給他 就是西班牙在2008年贏得歐國盃時候拍的照片 當時他自己在一個充滿慶祝人群的廣場上面 他會覺得好像在做夢一樣 當你開始為西班牙效力的時候 就夢想自己有一天成為頂級射手 或者成為隊長 而他就一步步實現了這個目標 而回到歐國盃的舞台,當然希望取得勝仗 上一屆他們在準決賽當中被擊敗 而再之前的就在16強當中被淘汰 在這個情況當中他們取得巨大進步 雖然贏歐國盃很困難 但他們擁有一支出色的球隊 和一個很了不起的團隊 當中一定會面臨困難也知道不容易 但他們已經早心理準備面對以上的情況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 由於自身現場 看盡足球、籃球賽事